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吉林省2023至2024新雪季开板 即第29届吉林国际物松冰雪节开幕式 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举行 省委书记景俊海宣布新雪季正式开板 至2024新雪季正式开板 省委副书记 省长胡玉婷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李伟出席活动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曹鲁宝 为达人冰雪生活节 即去吉林过冬天达人采风活动授旗 副省长杨安帝主持活动 吉林省委书记胡斌做新雪季表态发言 现场视频连线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 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 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 长白山和平滑雪场 与同步开板的各分会场实时互动 活动全程网络直播 约544万人次观看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连续七年 获得世界滑雪大奖 中国最佳滑雪旅游度假区书中 曾获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和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新雪季开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到这里体验冰雪乐趣 景俊海 胡玉婷现场观看滑雪表演 得知许动来自南方省市的爱好者 专程到这里滑雪 景俊海非常高兴 耐心向他们介绍吉林冰雪资源 他说 吉林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 粉雪净风使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通过这些年快速发展 吉林冰雪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滑雪设施服务持续优化 各大滑雪场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 滑雪体验感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多到吉林赏雪 玩雪 滑雪 更好感受冰雪吉林 滑雪天堂的独特魅力 冰雪世界中 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场雪地足球赛 场地里充满欢声笑语 景俊海 胡玉婷与小球员们亲切交流 鼓励他们在冰雪运动中锻炼身体 享受快乐 冬奥冠军李坚柔参加了新雪季开板活动 景俊海 胡玉婷希望他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榜样作用 引领带动更多群众走下雪场 走进冰场 为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贡献更大力量 景俊海 胡玉婷来到度假区商业街 详细了解新雪季各类店铺摊位经营情况 景俊海指出 大力发展冰雪经济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三次视察吉林和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 都提出的重要要求 必须下大气力抓好抓实 抓出成效 要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打造外籍 及大旅游产业的重要引擎 聚焦冰雪旅游 冰雪运动 冰雪文化 冰雪装备 全要素 全链条 全领域 全周期部署 推动新材料 新服务 新消费深度融合 全面构建冰雪产业发展新格局 景俊海强调 当前冰雪市场芳心慰爱 充满机遇 要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趋势 准确把握规律 敏锐捕捉商机 进一步丰富冰雪家新业态新场景 吸引更多企业到吉林投资布局集群集聚 努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 随着第29届吉林国际物松冰雪节盛装开幕 吉林省2023至2024新雪季正式开版 新雪季的开启迎来广大冰雪参与者的热赞 也为我省冰雪产业和商贸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上海过来的 因为这里雪场会比较大一点 对于初中高级的雪友呢 也有不同的雪道开放 松花湖之为配套色食也好 吃得住的都很方便 热爱这项活动已经十多年了 今天正式开版的日子 那也得一定得来呀 我是从辽宁来的 去过万峰 好像在这儿就是松花湖 接滑雪吧 它能登高望远吗 本身也是锻炼身体素质的一个好机会 希望这个雪鸡把大家都能参与到 我们滑雪运动中来 就像咱们宣传语说的 长白天下雪 在我心中咱们吉林市的冰雪 就是天下第一的最好的 我们家现在就是属于都是重新装修了 并且我们都上了很多的新款 希望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吉林 然后体验我们这个滑雪 据了解吉林省2024年新雪季以第29届吉林国际悟松冰雪节为主线 围绕冰雪旅游 冰雪文化 冰雪体育 冰雪商贸四大板块 将举办五项主题 170余项系列活动 通过赏松观雪 温泉康养 吉林过大年 东补冬调 雪雕冰灯等旅游活动 不断掀起新雪季的冰雪消费热潮 沃通冰雪节贯穿的四个月 以16个超级周末为支撑 每个超级周末有泡温泉 傻民俗 过大年的这些活动 我们吉林省的一壶三万 都是国家目前19个国家级滑雪度假地之一 也是全国滑雪度假地最多的省份 那么这四个滑雪度假地在我们国内能进入前十 我们的冰雪收入到雪季末 我们预计达到2300亿 未来我们冰雪的收入将达到我们旅游万亿级的半壁江山 11月15号 吉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汇报演出 及工作坊展示活动在长春举行 参加演出的12个节目分为 激情岁月 抵住中流 复兴征程 青春激阳 无被自强 山河重光三个篇章 通过合唱 契乐 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 赞美祖国的秀美山川 人民的勤劳勇敢 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胸怀家国 奋力助梦的价值追求 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自三月开展以来 得到全省高校师生的积极响应 共报送各类参赛作品1842个 最终精选出12个节目进行汇报演出 展演采取校内展演加艺术实践 加专场演出加汇报演出的方式 同时举办了工作坊展示活动 考察归来牟振兴 今天来看白山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省科技厅紧盯签约项目 全面抓好落地落实 两次考察期间 白山市与深圳华英国际 广东京族集团等企业开展洽谈合作 共签约项目9个 计划总投资24.2亿元 与中药控股 华润39 农夫山泉 山水集团等13家企业 达成具体合作意向 计划总投资103亿元 这些项目将进一步增强优势产业 含金量 含新量 含氯量 为全力践行两山理念实验区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 我们将坚持五化闭环工作坊 紧盯签约重点项目 落实包保责任 跟踪调度推进 强化要素保障 提升建设效率 全力以赴推动项目 早日落地投场 打效 形成具有白山特色的产业链 谢忠言表示 两次随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学习考察 不仅见证了发达省份 解放思想 敢为人先 争先敬畏的精神和气质 更是见证了高质量跨越发展 前沿科技创新 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品质 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为白山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全面振兴 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下一步 我们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 以建设 建行两山理念实验区为引领 大力实施一山两江品牌战略 重点在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等三方面 持续发力 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加快打通两山双向转化通道 实现绿色转型 高质量发展 全面振兴 长白山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高飞表示 跟随吉林省党政代表团两次学习调研 收获颇风 先进省份的发展定力 发展活力 发展合力和发展能力 值得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学习借鉴 为深入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长白山将加快从传统的观光旅游 逐渐向新旅游 新电商 新生活 新消费转变 重点围绕新旅游 新电商 进行开展新液态的引入 我们在山东与山东水发集团 就劳道巴赫啤酒十万吨的扩能 以及啤酒小镇的建设 在上海我们就整个旅游发展产业基金的搭建 在广东我们与碳中和研究院 就如何搭建碳中和平台 使我们的生态价值实现兑现 在深圳我们与华侨城和中理集团进行对接 很多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尽快实现签约落地 长白山是中华十大名山 国家5A级景区 也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 在全省打造旅游万亿级产业中 处于产业龙头地位 眼下随着龙普高速松长联络线开通 长白山机场扩建通行 敦白高铁通车 长白山立体通达的交通体系已经形成 长白山正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力争到2027年达到1000万人的接待规模 旅游收入达1000亿元 不能坐耳论道 要齐耳行之 特别是要把省委省政府 对我们贯彻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 把吉林的振兴发展要提述 特别是在落实能力上 积极地去行动起来 要少说多做 真正把我们一组六双描绘的蓝图 要把它落实到位 吉林省科技厅厅长李延表示 两次考察期间 感受最深的是先进省份和发达地区 如潮涌来的科技创新活力 从长三角到金鲁大地 到珠三角到大湾区 科技创新都是热词高频词 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 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 开辟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快速路 我们主要在两个方面签约合作项目 一方面是与安徽省和山东省 签署了科技创新合作框架协议 重点是围绕高水平的产业科技创新 高能级创新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 另一方面在广州市 我们引进了中山大学王刚教授团队 在中山市 我们与中山德华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达成了合作意向 在深圳市 吉林省科研院与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李延表示 我省科教优势比较明显 拥有66所高校 102个科研机构 还拥有像吉林大学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中科院长春硬化所 这样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这是我们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的基础和底气 先进省市已经为我们打造了新样板 我们要充分整合优化 科教创新资源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型工业化 现代化大农业 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 开展重大核心基础攻关 打造以两时两院为引领的高端平台体系 推动更多优秀科技成果 在省内转化与产业化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增强发展行动能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住建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启动实施三大行动 全力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长春市中海社区党委 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红新物业模式 按照融合联动 共住共建 协调发展的思路 不断解决居民痛点难点 解决了百姓下水通道堵塞 和墙皮脱落等难题 社区每月还会开展防炸培训等活动 跳舞 打球 唱歌 所有的文化活动 都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 服务很满意 跟网阁长我们共同去管理这个园区 当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去找社区 社区给我们开个议事 我们就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据了解 省住建厅扎实推进物业治理 会同省北组织部 共同打造红新物业示范项目 424个 1,221家物业企业 建立党组织 1,320家物业企业 参与社区物业党建连建活动 住宅小区业委会 物馆会组建率达到63.8% 制定出台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20个配套文件 构建1加20物业管理法规体系 开展联合执法进小区活动 重点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违规行为 提升专业化物业服务比重 社区城市专业化物业服务 处宅小区面积 比2020年底提升15个百分点 我们初步实现了 党建引领行业发展 法规体系基本健全 物业服务规范有序的 自立的目标 下一步按照五化闭环工作法 持续地来推动物业治理 确保这项工作 取得实在的成绩 长抓长治 今天金陵省众多滑雪场集中开板 开启2023至2024年新雪季 雪道升级 玩法拓展 服务提升 消费聚会将是新雪季的热词 这里是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 金陵省2023至2024雪季 今日在这里开板 在活动现场 有技巧高超的专业滑雪教练 有热衷于极限挑战的 滑雪发烧友 通过民族风 国潮风 为滑雪运动 注入新的活力 我是在广东来的 很喜欢吉林 因为一来了 就下了个鹅麻大雪 今天天气也没有想象中冷 希望得下滑得很愉快 从我们的那个住宿体验 到饮食 都感觉到了 这个整个的运营 管理都很用心 我们也希望在这 能多玩一段时间 能够玩得开心 新雪季 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 还围绕电音节 滑雪节 春雪节等主题 精心策划了 50余项精彩活动级赛事 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也于今天开板 今天同步开板的 万峰通话滑雪度假区 首日就有3000名滑雪爱好者 前来体验 我是从辽宁赶过来的 因为咱们万峰今天开板 然后在我们群内 俱乐部里边都广为流传 万峰的雪质是比较好的 大早上就赶快来体验一下 冰雪的魅力 西雪季 万峰通话滑雪度假区 还将为广大游客 提供室内温泉电音节 亚禄江冰酒节 等30多项冰雪活动 并承接多项国家级 和省级冰雪赛事 今天享受冰雪乐趣的欢声笑语 同样响彻 长春经验坛滑雪场 和莲花山滑雪场 与新雪季开板同步 2023吉林省冰雪消费券 也于今天正式上线 景区门票 温泉门票 滑雪门票 全部七者有会 17号下午 以聚焦科技创新引领 探索装备发展新路 为主题的 世界寒地冰雪装备 对接会在长春举行 来自国内外百余家 冰雪器材设备 冰雪装备 冰雪服装 雪场运营等 行业头部企业 和相关单位代表 围绕冰雪产业的 发展方向和创新模式 进行了深度对接和探讨 对接会现场 签订异项采购 与投资合作项目 十余项 此外 对接会还设置了展示环节 32户冰雪产业龙头企业 展出索道造雪机 滑雪头盔等 150余件冰雪装备 相关展品 搭这么一个大的平台 让我们这个企业上下游 和各行各业之间 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合作 做服装车几十年 然后你看看我们 真的冰雪的天地 看看我们吉林的一个大市场 对于整个吉林省发展 冰雪经济 然后充满了这个期待 非常期望我们企业 能在未来吉林省的 整个滑雪市场 可以进行深入的合作和沟通 世界寒地农业国际合作 发展论坛 17号下午在长春举行 以发展世界寒地农业 共享寒地美好未来为主题 搭建世界寒地综合利用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高层对话平台 探索寒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打造我国农业合作发展新优势新名片 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等150多人参加论坛 我省20余家寒地农产品企业 与外省采购企业进行了现场对接 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来参加这次大会 关于吉林省肉牛产业的一些 深加工高科技的产品 我认为这些都还是有 广阔的市场空间 包括出口的空间 我们吉林省的肉牛 有的先天的一个养殖力的优势 肉牛的一个品种品质 都是在国内是非常好的 要从养殖端走向这个餐桌 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 设立了主题展示区 集中体现了国内冰雪资源优势 及寒地冰雪产业体系 在本次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主题展示上 重点展示冰雪思路 冰雪旅游 冰雪节庆 冰雪赛事 礼遇吉林 等一系列特色冰雪文旅产业项目 带来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元素的 中国风的滑雪装备 有我们的碳纤维头盔 然后碳纤维单板 有全国各地来的朋友 想带他们体验一下 北方的这些冰雪运动 给他们带来的这些欢乐 这个持轨山地列车 和我们的空轨列车 是适用于冰雪山地景区的 这样一个特色的旅游交通装备 它的极限爬步能力 可以达到50% 然后它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50公里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中国故事专栏中 整版刊发综合报道 东风近吹红旗阳 报道说 1953年 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 在吉林长春奠基 回顾一汽发展历程 从魏国造车到魏宁造车 从白手起家到布局全球 一汽始终将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 扛在肩头 70年来 一汽毕露蓝履不如使命 谱写出一曲中国当代 红旗谱 红旗汽车走向海外 打出了中国制造的响亮名号 也将中国品质带向世界更多地方 新华社客户端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11月17号人民网刊发 吉林省浑春市梦领村 红苹果变金苹果 打开乡村振兴新思路 报道一群驻村工作队队员 助力浑春市板石镇梦领村 苹果产业发展 红果果长成金果果 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 吉林省文明办 吉林省文联 共同举办的文艺近万家 健康你我他 文艺志愿服务演出 分别于11月15号16号 在我省黎树县和通渔县举行 11月15号 在黎树县二人传综合活动中心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 和吉林省文联的文艺志愿者 为现场近千名观众 带来了歌曲二人传等精彩节目 看着如此精彩的演出 配合着现场热烈的氛围 实在是太棒了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家乡 会越来越好 11月16号 中国文联和吉林省文联的文艺志愿者 来到通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继续把优秀的文艺表演 奉献给当地百姓 契乐演奏 杂技 二人传等节目轮番上演 现场洋溢着喜悦和谐的欢乐氛围 走到老百姓当中来 走到我们的最基层来 跟基层的这些艺术家们互动交流 把这些优秀的这些作品和成果 给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 父老乡亲们分享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文艺志愿者的职能所在 据了解 文艺近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志愿服务演出活动 是推进强击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也是中国文联2023三下乡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和吉林省2023三下乡活动之一 活动以文艺志愿服务为主体 充分利用我省民俗民间文化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活动期间 省文联还组织文艺志愿者 开展书法 美术理论实践培训活动 并向黎树县和通宇县捐赠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 近日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明优特色产品展销会 即经贸交流推介会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 长白县的农民特产和一批医药康养 文化旅游项目亮相烟台 签订护士贸易农产品销售方面合作框架协议五个 再谈一项企业二十多家 近年来 长白县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边境贸易 绿色食品 医疗康养等产业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日 辉南迎来了连续两场降雪 四方顶子景区 银庄素果 呈现玉树穷花的绝美景观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欣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